转身挑篮得分 太平洋飞一杯篮球邀请赛 11号在禅兵国中体育馆展开 议赛采循环赛进行 共8只参赛队伍坐队四杀 争取排名 13号的议赛 南投县普里国中 对上台中市的东山高中 双方施金立地形成垃圾战 中场结束前 普里国中靠着一记切入上篮得分 最后以51比49赢的比赛 对刚刚的比赛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虽然有点紧张 但是后面我们有进入状况 所以我们团队默契有搭配到 太平洋飞一杯篮球赛 今年迈入第二届 学校表示 吸引多支国中球队想要参赛 但因经费场地有限 每届只邀请7支队伍 来到迎太平洋的东海岸比赛 其他县市的球员们 对当地的景色气候感到惊奇 就是觉得这里蛮凉的 有那个海风 喜欢这个比赛吗 喜欢 就是那个学校离海边很近 然后这里 这里的那个 玩水也可以直接从旁边下去 为了张检飞一杯赛 及东海岸飞一季的文化 体育馆特别以兰设为主色 呈现蓝海的景象 并挂设许多飞一图腾 让比赛奇距特色 我们海岸线都是 都有飞一季 那每一年的比赛 都到三四月份 飞一季来临的时候 都是一个整个全国决赛的 一个验收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 抛出这样的想法 让更多原住民的球员 能够透过飞一杯 能够一起相处 一起交流 太平洋飞一杯篮球 邀请赛 议赛 请四名的队伍 15号 结赛时将进行交叉赛 争取冠金 演示经文 发问台中长兵采访报道